一道灰蹄 胃消 安冒 头痛不避水 及老服用 河路弯摩 没定 环境好水 风险 还有水 其半部的天气 也明显回温 再加上阳光也露脸了 所以在整个北部 风度也明显回升上来 除了宜兰花点之外 各地高温都超过30度 尤其台北高温来到了 接近33度 而在明天 一直到周末 都还是这样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而且秋老虎持续现身 白天各地温暖 甚至有些偏热 又在清晨 稍微有些凉意 我们就马上 透过卫星云图来了解一下 云图上可以看到 虽然南边看起来 好像有些云尘 往团圆的方向接近 但这些中高层的云系 本身没有带来什么降雨 不用太担心 明天来看的话 事实上台湾地区 在明天主要受到了 北边这种大陆 比较干燥空气的影响 全来各地天气稳定 顶多只有在东南风情况底下 因封面的东半部地区 有些局部零星的降雨 但目前看 雨量也不会太多 另外还有就是 在中南部的山区 可能午后 也会有些局部降雨机会 但目前看 范围也不会太大 除了明天之外 包括接下来的周末假期 持续受到干空气的影响 在这个周末 各地呢 也都是属于 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这种天气持续到 礼拜一的白天 礼拜一的晚上开始呢 北边会有封面开始接近 因此礼拜一晚上 北部东半部 降雨几率就要开始提升 下个礼拜二 东北风就会开始增强 但目前看 这封面还有东北风 对中部南部中 被封面影响都不会太大 但是在礼拜一的白天以前 不用太担心 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图 也要来看到 风沿着等压线吹 现在吹到台湾的 开始有些偏东风 甚至有些偏东南风 南边不叫温暖的空气上来 加上天气好 阳光也开始漏漏 因此全台各地 在未来几天 白天都是比较温暖 甚至偏 高温部分 在西半部 都有机会来到 30到32度 东半部的高温 也可以来到 28到30度之间 就在清晨的时候 稍微会有些凉异 而最后 天气上的小叮铃 只要提醒大家 在未来主要留意的 就是白天温暖 但清晨稍凉 所以日夜温差大 小心不要感冒了 另外天气一好 在空气品质部分 整个西半部地区 就会比较差一些些 也提醒未来几天 如果你要外出活动 上呼吸到过敏 朋友最好 携带口罩 明天天气 透过图卡 一块来关心 我们提到 在北部地区 在明天来看 天气是稳定的 温度在白天也是高的 甚至在大台北地区 高温 还有机会来到33度 中部地区的话 也都是多云稻晴 白天高温 也可以来到 31到32度之间 南部地区 同样 但是 有些午后局部降雨 范围不至于太大 通漫部地区来看的话 因为银封面 云量稍微偏多 但阳光还是有机会露脸 局部地区 可能有些零星降雨 但雨量不多 外岛地区 都是晴到多云 在金门高温 可以来到30度 而就在未来天气形态 我们提到呢 包括了明天 后天 一直到这个礼拜天 天气都是稳定的 秋老虎 现身 因此呢 白天各地温暖偏热 最后在清晨 稍微有些凉意 好天气 持续到礼拜一的白天 礼拜一晚上开始 封面要接近了 礼拜二 东北风要增强了 那目前看呢 这封面还有东北风 影响的主要是在 银封面北部东半部 东南部影响不大 锁定台 君凯每天跟您聊天 请